大家好 今天 我们 就用睡一觉 就把你 非常非常难受的 腰的痛 把它治好 下面我们就演示一下 最关键的还是 找到那个治疗的血位 那个血位在哪呢 我们下面仔细看一下 一般我们痛的都是在这儿 这一溜不管左侧和右侧 这是追骨的底部 真正的治疗这个位置 在哪儿 在它的上面 也是脊柱 摸住自己的脊柱 在这个位置上 脊柱的两侧 这是脊柱 如果你要是 右面痛 那就是在基柱的 这个位置 就这一溜 也就是我手指头这么宽 就这一溜 这一溜的穴位 你用 石头 搁上 大概有半个小时就行了 我跟你说 反正你晚上的时候 你也没事 你就搁搁几下 效果更好 这张图就非常清楚了 中间那个绿线 就是脊柱 旁边那个红的 就是治疗点 你大概就按到那个点上 不宽的啊 也就是你手指头那么宽 或大摩手指头那么宽 这张呢 是视频的 就 看的 时间长一点吧 一定要注意那几个点 它不长 你只要是按上这一片 准保你 就是 用这块石头 把这一个 你就开始睡 但是 有可能你睡不着 但是你够好 你睡得香了 这石头大小 基本上 跟我这个大小 是最合适的 或者是 你看多大呢 不管你手多大 根据你手来 这块石头的大小 也就是手这么大 那你手大呢 那你就减快大的 手小 你减快小 这个石头的厚度 你这一钻 就是半老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演示一下 如果你要是 嫌这个石头老 你就 给它照上 有个小毛巾 你 你要如果有些 北方地区啊 怕很冷 那你就给它上面 搁一个电路子 就是什么样的 就比方 这是个电路子 不管你单层 双层的 就一定是直接就 铺在上面 别再电其他的东西 就直接就像 电路子一样 给它铺上 然后让张老师 给我们演示一下 一定要找到 那个 这个穴位点 真正的治疗点 并不是你的 腰的痛点 而是你腰 往上 当时的时候 你一碰的那个点 你会非常痛 越痛那个点 越是你压的最正确的 当时的时候啊 你比较痛 你那压的时候 往里欠一点 你看 你就慢点 你先慢点找 自己那个手嘛 这是我这帮着你 正常点 你就自己拿这个手 来这么找那个点 越痛那个点 一定不是你疼痛 不是你腰痛那个点 是你腰痛往上 当时你特别痛的时候 你就先欠一点 就摘上点 把人靠 你靠的 你当你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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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靠上了 那你就治好了一半 然后你再挺它 十分二十分钟 看个电视啊 网上 然后磕半个小时左右 好很多 要再觉得好一点 这晚上的时间都归你 肯定是 你这一宿 要你第二天不同 大概就二十分钟 就能解决你问题 下面我再介绍你一种 如果有别人 你还有俩人嘛 不管是夫妻啊 还是朋友啊 只要俩人 我告诉你 那就五分钟 就解决你的腰痛问题 下面我给你演示一下 别人给你做 然后呢 你俩相互之间做得很好 比方说你就是 右侧痛 当然你两侧痛也没关系 你就是右侧痛 还是一样位置一定要找好 这腰痛 这是痛就这儿 然后你这边痛 这块痛 就在这块软上一点 就这么一小块 我还是那样 就这指头这么一小块 然后呢 你压的时候 就用走在这个位置上 慢点的啊 这会不会 都压不坏 只要是你慢一点 找他那个追谷 找这位置 他要是碰上了 你要是准确的话 他非常痛 你就慢一点 他要痛的话 但是不能不痛 正常越痛 治疗效果越好 按不坏 别害怕 大概你给他这么反复的 就这么上边 就这样呢 或者是你就往下按 就这么样按 就一共就这么大块地儿 你按五分钟 他保证好 这两个方法 都是 适合你腰 很痛 当然的你要是不太痛 那就三分钟可能就好 很痛 五分钟 你要是多压个十分二十分 那就更好 如果你要是 遇到了什么问题 治疗的时候 准确度 位置 你找不好 你给我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回答你 然后让你的痛 在最快的时间里消失 非常开心 再见